大家好,我們的主題是 各自一方切割重組正方形 本研究探討各種多邊形及正方形連塊 精柔平面切割重組成正方形 求取更早的高速 那我們有用來切多邊形呢? 我們用了長方形、三角形、四邊形、D形、其正多邊形 那連塊有用到哪些呢? 選擇了非完全平方數組合的三、六、七連塊 我們跟大家說過我們的結果吧 1. 在長方形中 長方形變長比為1比4N次方式最少N刀 鑑於1比4N到1比4N加1次方式 若長方形變長為完全平方數 則是N加1刀 若非完全平方數則是N加2刀 2. 三角形 三角形間是依據習性計 以固定倒數切割成長方形 再依據長方形的變長比例 增加切割倒數 2. 平行四邊形 當平行四邊形低於低於低於延伸變長比例小5等於1比2N次方式 切割成長方形需要N加1刀 再依據平行四邊形而低於高的比例 增加切割倒數 4. 梯形 梯形 梯形監視矩形性指 以固定倒數切割成長方形 再依據長方形的變長比例增加切割倒數 5. 正五邊形最少5刀 正六邊形最少4刀 正七邊形最少9刀 正八邊形最少4刀 連塊 總結連塊可視為長方形 5. 愛情 三連塊最少2刀 前置型六連塊最少2刀 而七連塊 由於變長比超過1比4 需要增加1刀最少3刀 我們的介紹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